由政府不助做外交的民主基金会 一向由立法院长兼任董事长 但执行长一职 由韩国瑜提名的政大教授卢叶忠 却从3月一路卡归 25号韩国瑜亲自开董事会直球对决 会前一度传出律营代表的董事要继续杯葛 不过副董事长林嘉龙 前一天到立法院找韩国瑜密会 董事会前两人还开了会前会 最终韩国瑜采纳林嘉龙的建议 由原本代理的廖达齐坚楚当执行长 韩国瑜原本属意的卢叶忠 最后接任副执行长 我们也期待这样一个卡司 这样一个阵容能够插亮台湾民主的招牌 都是一时之选 由跨党派朝野一起来参与 但其实除了林嘉龙当说客 会前传出绿营打算动用8比5的董事人数优势 投票杯葛 有栏尾质疑绿营选输国会龙头 丢掉台湾民主基金会就想卡汗 难道是怕绿营把民主基金会 一年1.8亿预算等小金库的秘密见光吗 执行长可以抽到半年都没办法通过 到底民主基金会是有什么大秘宝 要达其执行长 还是要秉持的挖宝的精神 让外界来乒乓一下 韩国瑜要当董事长吗 他们当然不能够忍受 要给韩国瑜穿点小鞋 还有人说绿营狂卡人许案 是卢叶忠支持和线的九二共识 触动民进党的敏感神经 两岸来讲 走九二共识 就是一个理所当然 附近更好的一个和平 不希望说是借着民主之名 行这个台独自使 韩院长是一直讲 他说台湾走出去有三条腿了 维护中华民国主权 维护我们的自由民主体制 第三个呢 就是台美关系的重要性 民主基金会在韩国瑜上任后 仍逝奔风 期许跨党派合作 打开未走大门 记者张志明 曹廷海安采访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